请动第一场工程顺利 新竹市成德高中民国55年设校 57年9月校舍落成启用 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 在经过耐震系数评估之后 将耐震系数较低的爱德仁德孝德楼三栋建物 进行先拆后建的方式 打造全新多功能大楼 营造安全兼具美学的校园环境 今天拆除的校德仁德爱德等三栋大楼 其实是都已经有51岁的年龄了 那不只是耐震系数不够结构又有问题 我们不能让孩子暴露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所以上只是第一个安全第一 那第二个呢 新校园运动的一个开始高 现在也刚好三年了 所以成德高中一直在落实新校园运动当中 给孩子安全健康以及多元的成长环境 所以藉由这一次的校园的三栋建筑物的裁除 我们同时进行了校园的整体规划 所以未来的校园里面 不只是有孩子喜欢榴莲的图书馆 有动物功能的草品 甚至还有办户外空间 成德高中是新竹市完全中学中 规模最大的新校园运动工程 将投入2.4亿元进行校园整体规划 并以学生学习需求以及社区共好的理念出发 成德高中的新建大楼呢 最主要就是地下一楼跟地上四层楼 那会有15间教室 还有许多的专科教室 那主要是为了要因应108新课纲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整个大楼里面 会有专科实验室 配合我们的Tangerys做的课程 那当然也会有市府最重视的阅读的图书馆 我们的图书馆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楼 进校门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位置 那未来它也可能是我们新竹市最亮眼的一个地标 那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设计 它将会是我们新竹市最美丽的一个阅读公主站 17号的动图仪式过后 预计在两年后看见全新的教学大楼 除了符合108课纲探究与实作的学习空间 也将会是一所充满绿活人本和美学氛围的完全中学 海珀新竹观世联采访报导